第一条,本办法依建筑法,以下简称本法,第七十七条之二第四项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公公众使用建筑物及经内政部认定有必要之非公公众使用建筑物,其室内装修应依本办法之规定办理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室内装修,指除壁纸,壁布,窗帘,家具,活动隔屏,地毡等之粘贴及摆设外之下列行为 一,故遮于建筑物构造体之天花板装修 二,内部墙面装修 三,高度超过地板面以上1.2公尺固定之隔屏或尖座橱柜使用之隔屏装修 四,分间墙变根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室内装修从业者,指开业建筑师,营造业及室内装修业 第五条,室内装修从业者业务范围如下 一,依法登记开业之建筑师得从事室内装修设计业务 二,依法登记开业之营造业得从事室内装修施工业务 三,室内装修业得从事室内装修设计或施工之业务 第六条,本办法所称之审查机构,指经内政部指定至有审查人员 执行室内装修审核及查验业务之直辖市建筑师工会 县、市、建筑师工会办事处或专业技术团体 第七条,审查机构执行室内装修审核及查验业务 应拟定作业事项并载明工作内容、收费基准与应付之责任及义务 报请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合备 前项作业事项由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订定规范 第八条,本办法所称审查人员,指下列办理审核图说及竣工查验之人员 一、经内政部指定之专业工业技师 二、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指派之人员 三、审查机构指派所属具建筑师、专业技术人员资格之人员 前项人员应先参加内政部主办之审查人员讲席合格 并领有结业证书者,使得担任 但与主管建筑机关从事建筑管理工作 二年以上并领有建筑师证书者,得免参加讲席 第九条,室内装修业应依下列规定制专任专业技术人员 一、从事室内装修设计业务者 专业设计技术人员一人以上 二、从事室内装修施工业务者 专业施工技术人员一人以上 三、从事室内装修设计及施工业务者 专业设计及专业施工技术人员各一人以上 或兼具专业设计及专业施工技术人员身份一人以上 室内装修业申请公司或商业登记时 其名称应标示室内装修字样 第十条 室内装修业应于办理公司或商业登记后 减负下列文件 向内证部申请室内装修业登记许可并领得登记证 未领得登记证者 不得执行室内装修业务 一、申请书 二、公司或商业登记证明文件 三、专业技术人员登记证 室内装修业变更登记事项时 应申请换发登记证 第十一条 室内装修业登记证有效期限为四年 室内装修业应于期限届满前三个月内 减负下列文件向内证部申请换发登记证 一、申请书 二、原登记证证本 三、公司或商业登记证明文件 四、专业技术人员之名册及资格证明文件 本办法中华民国一百年四月一日修正生效日前领德建筑物室内装修业登记证者 依附表意之规定其限减负前项文件向内证部申请换发登记证 与其未办理者、原登记证师其效力 以领德室内装修业登记证且位于公司或商业登记名称标示室内装修字样者 应于换证前完成办理变更公司或商业登记名称 于其名称标示室内装修字样 但其公司或商业登记于中华民国八十九年九月二日前完成者 换证时得免于其名称标示室内装修字样 第十二条 专业计数人员离职或死亡时 室内装修业应于一个月内报庆内证部被查 前项人员因离职或死亡至不足第九条规定人数时 室内装修业应于二个月内依规定补足之 第十三条 室内装修业停业时 应将其登记证送缴内证部存查 于申请副业核准后发还之 室内装修业歇业时 应将其登记证送缴内证部并办理注销登记 其未送缴者 由内证部尽为废止登记许可并注销登记证 第十四条 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得随时派员查核所辖区域内室内装修业之业务 必要时并得命其提出与业务有关文件及说明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专业技术人员 指向内证部办理登记 从事室内装修设计或施工之人员 依其职业范围可分为专业设计技术人员及专业施工技术人员 第十六条 专业设计技术人员 应据下列资格之一 一、领友建筑师证书者 二、领友建筑物室内设计以及以上技术试证 并经参加内证部主办或委托专业机构 团体办理之建筑物室内设计训练达20亿小时以上者 第十七条 专业施工技术人员 应据下列资格之一 一、领友建筑师、土木、结构工程技师证书者 二、领友建筑物室内装修工程管理、建筑工程管理、装潢木工或家具木工以及以上技术试证 并经参加内证部主办或委托专业机构、团体办理之建筑物室内装修工程管理训练达20亿小时以上者 其为领德装潢木工或家具木工技术试证者 应分别增加40小时及60小时以上 有关混凝土、金属工程、叠气、粉刷、防水隔热、面材铺贴、玻璃与压克力安装、油漆涂装、水电工程及工程管理等训练课程 第18条 专业技术人员向内证部申领登记证实应减附下列文件 1.申请书 2.建筑师、土木、结构工程技师证书或前二条规定之技术市政即讲席结业证书 本办法中华民国92年6月24日修正施行前 陈参加由内证部举办支建筑物市内装修设计或施工讲席 并测验合格金减附讲席结业证书者 得免减附前向第二款规定之技术市政即讲席结业证书 第19条 专业技术人员登记证不得供他人使用 第20条 专业技术人员登记证有效期限为4年 领友登记证之专业技术人员 应于领证后4年内参加内证部或其委托之相关机构 团体举办训练16小时以上并取得证明文件 但符合第16条第一款或第17条第一款资格者 不在此线 第21条 专业技术人员应于登记证有效期限届满前6个月内 减附下列文件向内证部申请换发登记证 1.申请书 2.原登记证证本 3.前条规定之讯链证明文件 但符合第16条第一款或第17条第一款资格者 免付 本办法中华民国100年4月1日修正生效日前领德专业技术人员登记证者 依附表2之规定期限减附申请书及原登记证证本向内证部申请换发登记证 与其未办理者原登记证证其效力 第22条 公公众使用建筑物或经内证部认定之非公公众使用建筑物之室内装修建筑物 公公公众使用建筑物便更为公公公众使用或原工公众使用建筑物便更为他种工公公众使用 应办理便更使用执照社市内装修者 市内装修部分应并同便更使用执照办理 第23条,申请室内装修审核时,应减负下列图说文件 1.申请书 2.建筑物权利证明文件 3.前次核准使用执照平面图、室内装修平面图或申请建筑执照之平面图 4.但经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查明档案资料却无前次核准使用执照平面图或室内装修平面图属实者 得已经开业建筑师签证符合规定之现况图替代之 4.室内装修图说 前项第三款所称现况图为载明装修楼层现况之防火避难设施、消防安全设备、防火区化、主要构造位置之图说 其比例尺不得小于1% 第24条,室内装修图说包括下列各款 1.位置图 注明装修地址、楼层及所在位置 2.装修平面图 注明各部分之用途、尺寸及材料使用 其比例尺不得小于1% 3.装修立面图 比例尺不得小于1% 4.装修抛面图 注明装修各部分高度、内部设施及各部分之材料 其比例尺不得小于1% 5.装修详细图 各部分之尺寸构造及材料 其比例尺不得小于1% 第25条,室内装修图说应由开业建筑师或专业设计技术人员署名负责 但建筑物质分坚强 增加或减扫经审查机构认定涉及公共安全时 应经开业建筑师签证负责 第26条,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或审查机构应就下列项目加以审核 1.申请图说文件应齐全 2.装修材料及分坚强构造应符合建筑技术规则之规定 3.不得妨害或破坏防火避难设施、防火区化及主要构造 第27条,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或审查机构受理事内装修图说文件之审核 应于收建之日起7日内指派审查人员审核完毕 审核合格者于申请图说签章 不合格者,应将不合规定之处详为列举 一次通知建筑物起造人,所有权人或使用人献其改正 与其未改正或付审仍不合规定者,得将申请案件予以驳回 第28条,室内装修不得妨害或破坏消防案 安全设备,其申请审核之图说涉及消防安全设备变更者 应依消防法规规定办理,并应于施工前取得当地消防主管机关审核合格之文件 第29条,室内装修图说经审核合格,领得许可文件后 建筑物起造人,所有权人或使用人应将许可文件张贴于施工地点明显处 并于规定其线内施工完郡后申请郡公查验 因故未能于规定其线内完工时,得申请斩棋 未依规定申请斩棋,或已于斩棋其线人为完工者 其许可文件自规定得斩棋之期线届满之日起,施其效力 前向之施工即斩棋其线,由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定之 第30条,室内装修施工从业者应依照核定之室内装修图说施工 如于施工前或施工中变更设计时,人应依本办法申请办理审核 但不变更防火避难设施,防火区化,不降低原始用装修材料耐燃等级或 分间强购造之防火时效者,得于竣工后,被据第34条规定图说,一次报厌 第31条,室内装修施工中,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任有必要时,得随时派员查验 发现与核定装修图说不符者,应以书面通知其造人,所有权人,使用人或室内装修从业者停工或修改,必要时依建筑法有关规定处理 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派员查验时,所派人员应出示其身份证明文件 其未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者、起造人、所有权人、使用人及室内装修从业者得拒绝查验 第32条,室内装修工程完俊后,应由建筑物起造人、所有权人或使用人会同室内装修从业者向原申请审查机关或机构申请俊工查验合格后 向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申请和发室内装修合格证明 新建建筑物与领得使用执照前申请室内装修许可者 应与领得使用执照及室内装修合格证明后 使得使用、其室内装修涉及原建造执照合定图样及说明书之变更者 并应依本法第39条规定办理 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或审查机构受理事内装修俊工查验之申请 应于7日内指派查验人员至现场检查 经查核与验章图说相符者 检查表经查验人员签证后 应于5日内核发合格证明 对于不合格者 应通知建筑物起造人 所有权人或使用人限期修改 与其未修改者 审查机构应报请当地主管建筑机关查明处理 室内装修涉及消防安全设备者 应由消防主管机关于核发室内装修合格证明前完成消防安全设备 竣工查验 第33条 申请室内装修之建筑物 其申请范围用途为住宅或申请楼层之楼地板面基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且在装修范围内以一小时以上防火时效之防火墙 防火门窗区化分隔 其未变更防火避难设施 消防安全设备 防火区化及主要构造者 得简附经依法登记开业之建筑师或室内装修液专业设计技术人员签章 负责之室内装修图说向当地主管建筑机关或审查机构申报施工 经主管建筑机关和给其限后准宇进行施工 工程完俊后 简附申请书建筑物权利证明文件及经营造业专任工程人员或室内装修液专业施工技术人员 竣工查验合格签章负责之检查表 向当地主管建筑机关或审查机构申请审查许可 经审核其申请文件齐全后 发给室内装修合格证明 一、十层以下楼层及地下室各层 室内装修之楼地板面积在300平方公尺以下者 二、十一层以上楼层 室内装修之楼地板面积在100平方公尺以下者 前项装修范围贯通二层以上者 应累加合计 且合计值不得超过任一楼层之最小允许值 当地主管建筑机关对于第一项之签章负责项目得是实际需要抽查之 第三十四条 申请俊工查验时 应检附下列图说文件 一、申请书 二、原领室内装修审核合格文件 三、室内装修俊工图说 四、其他经内政部指定之文件 第三十五条 室内装修从业者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当地主管建筑机关应查明属时候 报请内政部是其情节轻重 予以警告 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室内装修业务处分 或一年以上三年以下停止 换发登记证处分 一、变更登记事项时 为依规定申请换发登记证 二、施工材料与规定不符 或为依图说施工 经当地主管建筑机关通知线 其修改与其未修改 三、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业务督导 四、受委托设计之图样 说明书、竣工查验合格签章之检查表 或其他书件经抽查结果与相关法令规定不符 五、由非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室内装修设计或施工业务 六、雇佣专业技术人员人数不足 为依规定不足 第三十六条 室内装修业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经当地主管建筑机关查明属时后 报请内证不费指室内装修业登记许可并注销登记证 一、登记证供他人从事室内装修业务 二、受庭业处分累计满三年 三、受庭只换发登记证处分累计三次 第三十七条 室内装修业申请登记证所减附之文件不实者 当地主管建筑机关应查明属时后 报请内证不撤销室内装修业登记证 第三十八条 专业技术人员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当地主管建筑机关应查明属时后 报请内证不示其情节轻重 予以警告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执行职务处分或一年以上三年以下停止换发登记证处分 一、受委托设计之图样、说明书、竣工查验合格签章之检查表或其他书件经抽查结果与相关法令规定不符 二、惠一审核合合格图说施工 第三十九条 专业技术人员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当地主管建筑机关应查明属时后 报请内证不费只登记许可并注销登记证 一、专业技术公所受聘室内装修业以外使用 二、十年内受停止执行职务处分累计满二年 三、受停止换发登记证处分累计三次 第四十条 经依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或前条规定废止或撤销登记证未满三年者 不得重新申请登记 前项其献件满后 重新依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申请登记证者 应重新取得奖席结业证书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所需书表格式除第三十三条 所需书表格式由当地主管建筑机关定之外 由内政部定之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中华民国一百年四月一日施行 本办法修正条文自发布日施行 第四十一条